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些事情 他们才阴差阳错地走到一起的 他们之所以能有现在的感情 也是因为在一起后努力培养的结果 见蓝西辰如此袒护自己的弟弟 温染宁又冷冷地笑了一声 可是你知道 你知道蓝忘机单独去找过我的事情吗 嗯 蓝西辰抬眸 疑惑地眼神看着温染宁 温染宁不紧不慢地把那顿录音 拿出来放给蓝西辰听 和之前同样的声音传出 离开魏英 这五百万就是你的 离开她 自己想办法主动和魏英分手 不然 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最好不要让她知道 如果你让她因此而伤心难过了 我绝不会放过你 清耳听见自己弟弟的声音 蓝西辰眉头紧促了一下 但很快 她又否定了自己的怀疑 看向温染宁道 仅凭着眉头眉尾的录音 能说明什么 我相信忘机的人品 那你是说我的人品不值得相信吗 温染宁反问 当然不是 蓝西辰浅笑 我只是觉得这个录音证明不了什么 文言 温染宁笑了一下 放在膝盖上的手指 却慢慢收紧 她听说了蓝家两兄弟感情很好 果然是真的 不过没关系 她只是想见蓝西辰的手压一压蓝忘机 他们两兄弟的感情好 会跟她有什么关系 于是 温染宁继续道 西辰 你们蓝家家大业大 你弟弟找了个男人 你知道的 男人又不能传宗接代 这对你们蓝家来说 可是损失啊 听到这里 蓝西辰总算是听出来 温染宁的用心来了 她笑了一下 反问道 那你呢 同样的问题也同样适用于你啊 就像你说的 男人又不能传宗接代 你又为什么要缠着一个男人不放呢 温染宁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脸色一变 半赏才憋出一句 我家没有家才万贯 我家也没有这么大的家产可以继承 蓝西辰闻言一笑 第一次这么不谦虚的道 家产我家倒是有 但随即 蓝西辰又画风一转 可这也没什么啊 忘记又不在乎家产 你知道的 我们从小父母双亡 我们兄弟两相依为命 所以 我对弟弟最大的要求就是 他幸福快乐就行了 这些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东西 我从来不愿强加给他 他做什么选择 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这个当哥哥的 都愿意全力支持 只要他开心就好 温染宁闻言一愣 他是真的没想到 蓝西辰能对自己亲弟弟搞鸡 这件事情 这么轻易接受 并表示理解 那他的如意算盘 是不是又要落空了 想到这里 温染宁谋中含义生气 他冷冷的眼神看向蓝西辰 既然这样 他也不能半路杀出 抢别人的男人啊 温染宁这话说得阵阵有词 蓝西辰疑获得了一声 抢男人 温染宁愤恨道 你没听见录音吗 你弟弟他威胁我跟卫英分手 西辰 看在我们也是朋友的份上 请你管管自己的弟弟 让他不要半路杀出来横刀夺爱 此时 温染宁娜还有一贯的温和良善 只见他双目发红 说的话也是咄咄逼人 蓝西辰是绅士 可他凭什么惯着一个 想要夺他弟弟所爱 回他弟弟幸福的人 他看着自己弟弟爱而不得了五年 他不允许别人再来破坏 他弟弟来之不易的感情 为公子和弟弟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他再清楚不过 他绝不可能信温染宁娜 有头无尾的一段录音 蓝旺基的人品他从来坚信 于是 蓝西辰脸上虽然还挂着笑容 可语气却明显冷了许多 我们从来就不是朋友 充其量只算得上笑友 你应该知道 朋友和笑友是有区别的 更何况 旺基不是跟你抢 如果非要论个先来后到的话 那么也是旺基在前 你在后 旺基在五年前就开始喜欢魏公子 而你是去年才认识魏公子的吧 这么一论 何来旺基跟你抢一说 另外 魏公子是我的朋友 而你是魏公子的朋友 蓝西辰话里透着几分冷力 就连今天来看你 给你买药 给你清扫地上的碎玻璃渣 都是受了魏公子和我弟弟的委托 不然 仅凭孝友的关系 是不足以让我亲自登门做这些的 蓝西辰说这些话的时候 与其分明平静的指示在陈述 可听在温染您耳朵里 却成了讽刺